一个家庭,和人一样,也存在有没有前途的问题,有些家庭,前进远大,目测的几代人,都有极高的发达纪律,而有些家庭,前途安然,眼下的这一代,都不知道如何终结。 所以,以下这五种家庭,肯定没有前途,一,不懂学习的家庭,一个家庭,无论处在什么时候,都要不断的接触新事物,学习新知识,只有通过学习,家庭成员才可以真正的跟上时代的步伐,每个人才能不断的前进,尤其要学习做人的理念,修炼自己的品德和人格,只有这样,才能具备深厚的功底和教会。 最高的道德水准,业才能厚积薄发。 二,吵闹不断的家庭,老祖宗留下一句话,家和万事兴,七险复兴广,慕慈而孝敬,众人食材火业高。 如果一个家庭少了爱心,经常大吵大闹,家庭成员,没有责任感,那么这个家即便有再多的金钱,也是不可能守住的。 金山银山,总有花光的时候,味味佳肴,总有吃腻的时候,房子再大,吵吵闹闹闹也不幸福,生活再好,至少离多也不快乐。 家若冷情,山珍海味也满夜,家若温馨,粗茶淡饭也香甜,家若无爱,便是牢笼,家若温馨,就是港湾。 三,家风很差的家庭,家风,是一个家庭的精神风气,也是一个家族的处世原则。 家风影响着一个家族每一代人的成长,按照高楼使于记,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起点是家风,家风就是一个人和一家人成长的地基。 一,一个孩子,从小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下成长,长大以后注定不会太差,而那些原本天本不错的孩子,却极有可能在不良的家庭环境中逐渐堕落,泯然众人,想让孩子优秀出众,把家族振兴起来,首先就要树立良好的家风。 四,混适度月的家庭,许多家庭,没有理想,没有计划,整个家庭,紧紧围绕着一日三餐,挣扎的对付,今日有酒精日醉,明日没米明日愁,吃食用谢,用完就算,他们的世界再无别的。 这样的家庭,注定会迅速滑下没落。 五,没头没脑的家庭,任何家庭,都必须有一位主心骨,主心骨的能力,往往决定为家庭的兴旺程度,主心骨能力强,再复杂的家庭,都会变得简单,主心骨能力弱,再简单的家庭,都会变得复杂起来。 没有主心骨的家庭,大家都过得稀里糊涂,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,别人怎么做,他就寄信的跟着做。 从来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,这样的家庭,永远没有前途。 其实,家庭复杂与否,一定与家庭的主心骨有关,主心骨做得好,家庭关系就简单,就和谐,主心骨做得差,家庭关系就复杂,就纷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